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原因很简单 不同的环境它相对来说总会有一个更好更差 那就是去更好的地方 我记得你说你在大学已经毕业了中国 对 是吧 在学什么专业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是很时髦的专业 是不是现在 也很冷门 也很冷门 对 那来到这个你坐飞机来的时候 你来了有多久了 6个月 6个月时间了 你来的时候那时候是8月份 8月份是冬天的刚过 你还记得你下了飞机的感觉吗 或者你当时从中国来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还记得吗 当时中国还处于那种边境管控的状况 还没有放开 对 11月才放开 12月才放开 对 所以那个时候出国是比较难的 嗯哼 就是除非你是这个非常正式的工钱 或者是学钱 对我们这个walking holiday 它属于有点偏的这种小很小的签证 嗯哼 所以出境的时候 有遇到麻烦吗 还是有点担心的 嗯 但是呢 就是说 嗯 我这个哦 从就是整体的情况来看 这个 已经这个那个签证官的那个 就是国边界的那个那个问你的人的情况而已 对对对 他有的时候问的多 或者说他有时候已经了解了这个签证的话 他会好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会问的比较多 嗯哼 也有人被问了一个多小时 啊 你呢 我就几分钟就过来了 哦 很顺利 对 他又叮嘱我 就是说一个人注意安全 啊 对 对对对 确实是啊 那听起来不错 你你记得你当时呃 落地星期来是几点钟 是什么时间吗 白天还是晚上 下午 下午 对 有啥感觉那时候 嗯 降落的时候 嗯 因为航程比较长嘛 嗯哼 所以就是比较累 嗯哼 比较累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 嗯 就是出站的时候 对那个毛利的那个那个那个门那个建筑物 嗯嗯哼 比较累 对对对对 就是然后也就是顺利的到达了这边 嗯 那天天比较蓝 然后新西兰的云跟中国的云有点啊不太一样 就是这边的云可能比较低 对 云层比较低 对 然后 很白 这个是那天印象的非常的深刻 嗯 对 你以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国家 嗯 没有 这是第一次出国 对 来到新西兰 对 啊 看来感觉还挺好 嗯 非常好 啊哈 对 呃 打工度假签证来了之后就需要 哎 有人接机吗 啊 没有 那你是怎么当时怎么安排你自己 所以是打低了打低打低的啊 然后第二个印象就是说打低珍贵 哈哈哈 多少钱 到这儿八十刀 从机场到这个到你的这个寄宿家庭哈 对对 八十块钱 扭币 马上就换算成人民币多少钱 对就三百五十块钱 哈哈哈 哎 你在国内大学毕业了呢 你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对 有了一些积蓄 啊 有一点点啊 嗯 打工度假签证来到新西兰是需要找工作 嗯 可以找可以不找 这个签证比较自由 哦 是吧 对 walking holiday 就是你可以walking 也可以 holiday 哦 对 你是最初那个那个是你怎么想的 啊 刚来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比较比较明确 我就是想啊 就是希望和新西兰有更长久的缘分 嗯哼 对 嗯 怎么做的 啊 啊 对 所以就是一直在寻找能够把这个签证也能够更长久的待在这里的这个方法 嗯 找了第一份工作是干嘛的 嗯 找了第一份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就是在一个生产这个啊畜牧业产的这个工具 嗯哼 对就是挤牛奶的那个工具 嗯嗯嗯对哦那是个洋人的公司 啊很出名的一个大公司 是吧 对哦那你就是你你一去了就找到了就就马上就可以了 对对所以我说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很好 第二个就开始工作了啊 对 现在呢 现在是我的第三份工作哦 已经换了半年换了三个工作了 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是同时做的 所以那段时间比较辛苦就是以前可能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 嗯 嗯对对对对那你反正年轻也无所谓啊对嗯对领到第一份薪水是啥感觉领到第一份薪水就是啊 这个这个就是说啊当时我IRD办的比较慢我领到第一份薪水 这就是他这个公司要等到我有这个税号之后才给我发工资 所以而且我刚才说我是第二周就开始工作了 但是我到第四也不是第五周才拿到这个税号 嗯嗯 所以公司一下子给我发了四周的这个工资 它是wikipay嘛 对 然后那个发工资的人还给我发邮件说啊 Chinxia is gonna to be the rich man 哈哈哈哈一下变成富有的人了 对就拿了很多工资啊对 那工资又给家里怎么汇报啊 对目前就是说这个年轻阶段 呃就是还是就是说继续都还是留在自己身边了 嗯嗯嗯嗯嗯嗯嗯你今年二十几 刚二十五 二十五 嗯嗯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在中国的你的那些大学同学啊等等啊 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现在怎么样的状态啊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专业的特殊性 就是它很难找就是本科学毕业的你毕业的话是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的 嗯嗯 同时就是中国可能整个的这个就业环境是越来越紧张 嗯嗯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的大多数人就是90%的人都是继续去读研究生 试造 对啊 对因为这很好统计我们学院就100个人 嗯嗯嗯嗯对90多个人都在读研 哦对是吧 嗯 但是这大学毕业读研究还是为了找工作呀 嗯对所以对对 你那你来到这里就麻烦了 而且你现在第三份工作好像跟你的专业是很对口吗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是就是制药方面的 制药方面那你你的本身学的就是生物 就是就是百分之百对口的 百分之百对口的 对 然后你的同学听到你这样的消息是什么反应 嗯我没有不太常和你们分享我的工作 嘿嘿嘿为什么啊 嗯因为就是呃在这边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life walk balance 嗯哼啊我更多的享受的是我的生活 嗯哼所以工作只是一个维生的手段我必须要有收入 对对但是我更多的时间去和有心情啊是在这个生活中带来的 对嗯工作就是说为了呃认真的玩 完成这个职责所在然后去拿到薪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哼所以工作并不是我主要的分享的一个内容 生活是我的看重和分享的这样的内容 啊那你的balance是怎么做的呢 balance 很简单不用怎么做就是啊 那这里不会要求你不会要求你强制加班嗯哼 然后你周末不会接到任何的关于工作的任何消息 嗯哼这里也没有什么像中国一样的那种公司群啊 大家如果有联系的话都是发个短信 或者打个电话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去在周末或者是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周末收到过这个嗯工作的电话 所以没有没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就会那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嗯 对然后我周末就经常开个车去奥克兰一会儿我转一转嗯哼哼对 你这来了多人很多人来到新西兰很久了都没有去过那个山呢 需要一定的这个勇气哎哼哼你走了几个小时啊我跟几个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一起走的 所以走的比较慢走了10个小时啊而且当天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很好山上大风和大窝对对对对对对但那也是不同的景啊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的体验对哦看来你很适合新西兰生活嘛嗯 我觉得挺适合的 这个就是一个 要带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参加 就是开展一个完全新的生活 不能就是在以中国的那种生活方式和思维 去来西西兰生活 你不可能要求说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西西兰人 都要按照我理解的这个世界去运行 这毫无可能 所以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会有很好的体验 对 你觉得你在中国也工作过了 在这里也工作 当然这时间不长了 因为你大学毕业 你在25岁 就是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 你现在对比来说 新西兰和中国的工作的 对年轻人来说 他们的差别最大在是吗 我个人这方面对比是 工作内容是比较难对比的 因为我在国内属于那种 就是智力的工作 就是跳电脑的 在这边比较偏体力性的工作 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最大的含蓄就是说 这个work life balance 然后所有的公司之间 同事和上级的关系 它是非常的清楚的 没有就是只有同事关系 如果两个人比较好的话 私下可以一起吃饭 还有朋友关系 没有很多的勾心多角 在国内你是要考虑很多事情的 考虑很多工作以外的事情 比方说 我今天去的厕所 次数多不多 会不会被老板 惦记去厕所的次数太多 这种事情 是不是大部分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国内工作的经验 国内的整个工作环境 工作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对 对 work in hollid visa 很多人说 这个很难拿到签证 你是怎么拿到的 我是找了中介帮忙 中介帮忙来帮你抢的签证 你的同学当时也有人一起跟你 你有邀请人跟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吗 没有 对 因为这个出国这个事情 它是很个人的 很因人而异的 不同人的观念也不同 有些人就觉得中国很好 对 有些人他就觉得 外国的月亮更圆 到底圆不圆 要需要推一自来看一看 那你觉得 你现在已经到了国外了 你觉得呢 我出国之前就这么觉得了 其实你觉得 你从你的眼光来说 你是会将来会留在这吗 还是你有愿望留在这吗 还是一个过渡 有很强的愿望留在这 是什么东西吸引你 应该是说 是什么东西 驱离我 离开我祖国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现在中国整个情况 这是比较 可以说 可以播的话来说 就是比较内卷 太卷了 它内卷 卷这个词 它不是竞争 它是一种 互相伤害的一种恶性竞争 在这种环境里面 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 和整个社会的氛围 是非常不好的 对 所以我要远离这种环境 对 你刚刚讲的一个内卷 内卷呢 有时候我们海外生活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内卷 内卷具体的体现 表现到底是什么 这个内卷 它是一种恶性竞争 它的特点就是说 做这件事情 是没有利特性 也没有利己性的 比方说 这个公司 它是没有要求加班的 但是呢 它里面有一个人 他就可能为了讨好老板 或者说像 他有一些这样 一些这样的小目的 他就带头加班了 那么他这样一加班之后 他还是也是无心的 无偿的这样一个加班 那么其他人的看到他加班了 可能就说 我要不要也加几分钟 那么久而久之整个公司 可能大家都在无偿的加班 而且 这个加班的这个产出 其实是非常小的 对 所以这个从这个没有人加班到 所有人都在无偿的 消耗时间的这样的一个 假装工作的过程 就是一个卷的过程 对 这种情况发生在任何场合 包括学生 对 学生从你小 从小到大 学生阶段 然后你工作阶段 甚至你做父母 父母 整个整 任何这个一个角落里面 都有这样 这种情况的体现 对 你刚才讲 就是父母 你的父母支持你 出来 这个 我跟后来的Visa 这样出来 看一看吗 我父母 他们比较 他们比较 就是支持我的 这种各种行为 对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沟通 做得比较好 大家 大家心 心里面知道的事情 是一致的 那么 做出的判断 自然就会一样的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我们的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河南的王成旭 早上出生的 所以早成的旭日 东生的旭 对 他是walking holiday visa 来到新西兰的 只有半年的时间 其实他在中国已经大学毕业了 而且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来到这里 又非常lucky的是 你来了以后就找到了工作 而且已经做了三份工作了 对 刚才还特别的请他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内卷在中国的具体的表现 那你在新西兰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这半年多中换了三个工作了 也在洋人公司做过 也在华人公司做过 你觉得那种内卷的形式会在新西兰有出现过吗 你有遇到过吗 没有 没有 对 你现在说起来 你在新西兰工作的当中 你觉得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事情 现象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比较深刻 现在 那就是与内卷完全相反的一样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概括他 用词概括他 但他是这样的一种现象 就是比方说我要负责完成一批订单 对 那我一开始我当我接到这批订单的时候 我肯定想就尽快尽好的把它完成就好 但是呢有时候我可能一天八个小时 我七个小时就六个小时或者就能把这个完成 如果用很快的速度去完成的话 但是呢我的同事和领导都会经常告诉我一个词 就是说take your time 然后后来我才慢慢明白 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可能七个小时完成 你就不要七个小时完成 你就八个小时完成就好了 对 这个现象正常出现 后来我就明白 就是说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时间 就包括就包括就是 在订单很紧张的情况下去快一点 或者说在其他情况下 就是说让你一天都有事情做 对 对很多人在上班说 哎呀说刚上班没一会儿大家就去喝早茶 喝这个morning tea去了 喝咖啡去了 然后回来没多久又吃午饭了 下午没工作多久又是下午茶了 然后就下班了 对 你是这样的感觉吗 差不多 但其实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嘛 嗯很高 对因为当你自己管控自己的时间之后 你就能够优化你的这个工作程序 嗯 然后你知道在什么时间点之前 大概要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量 嗯 对 这是这是一个主动的工作过程 而不是说一个被动的工作过程 就是啊谁给我一个命令 我必须去完成它 而是说我自己现在呢 心里面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该怎么去进行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 嗯 你才25岁大学毕业才几年 你你对你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嗯 有想过这些事吗 嗯 想过 嗯 怎么想的 嗯 我想现在就是国外能够拿到个身份吧 嗯 对 嗯 因为这个 嗯 年轻人嘛 年轻人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 它就是一个很难隶俗的一个阶段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在这个阶段里面拿下身份的话 嗯 嗯 在一个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包容的环境里面 你去踏实的工作是会有很好的这个回报的 嗯 对 嗯 就是你是希望能够在国外将来在国外生活 嗯 对 就是这个想法 对 嗯 你的父母会支持你吗 完全支持 完全支持 对 他们没有想到哎呀 这儿子走了怎么办 嗯 没有这样想 哈哈哈哈 当然情感上是非常就是 嗯 情感上是比较啊 就是肯定会互相观念嘛 对 但是我理性上来说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嗯 支持你的他们是 嗯 对 而且我以后以极大的概率也会把他们带到身边的 嗯 他们也愿意出来看一看 嗯 嗯 嗯 其实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个跟国内的联系会很方便 嗯 对 对 对 你每天会这视频啊等等啊会很非常方便的 嗯 对 确实是那个新西兰呢 呃 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但有些人说哎呀新西兰这个太安逸了 太这个什么呃 不适合年轻人待在这个地方是老年人养老的地方 你刚来了没多久 你会你肯定不一定体会得到吧 你能体会到吗 我可以体会得到 为什么 嗯 因为这个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嗯 嗯 我想说两个话 就是第一个话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呃 在这个地方没有 就是说 nobody judge you because you do nothing 嗯 你不会没有人会因为你什么都不做而去评判你 嗯 但是如果在国内的话你不什么都不做 别人就会说啊 你原来这个人游手好闲 嗯 或者说是啃老族 嗯 嗯 等等之类的 嗯 这是这是在 这是在新西兰或者说很多外国就是欧洲啊美国也好 他存在了一个现象 很少人会轻易的去加解你这 对 所以这就是这是一个很导致人悠闲的一个原因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前两天我在那个淘宝的一个啊画廊 嗯 我看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名人说的就是说啊 life is more is too important to be taken seriously 嗯 就是说啊他用比较美的这个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说生命成可贵啊就是太重视反而失就是说你把这个你的生命把你的这个生活规划太重视太这个你赋予太多的这个东西之后反而会失去 很多东西嗯所以就是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你去体验生活那么你去体验生活你就很多时候你就会表现出它啊无所事事啊或者之类的嗯但是这才是生活的样子对嗯所以就是非常喜欢这种状态嗯对你现在来了半年啊你体会最最最最最深的是在新西兰的生活方面哈嗯是哪些方面上让你觉得你你你特别享受啊上网不用用 vpn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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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翻墙哈哈哈哈对ok所以你来到这里以后呢发现上网没有任何限制的时候呢那种心情是完全完全从以前没有体会到的嗯对对嗯各位这里是新西兰的奥克兰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一位年轻人他是work in holiday visa来到新西兰的那么现在在一家呃制药公司上班呃从您个人来说呢你是非常喜欢新西兰的 也希望留在新西兰嗯嗯希望留在新西兰嗯对ok那我们呢祝愿这位年轻人啊王程旭啊王程旭呢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你的梦想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啊祝你的未来越来越美好好好再见 嗯啊